民间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一辰 看到立委王定宇可要叫声学长好 因为王一辰继王定宇之后 刚刚被国台办点名 蓄意编造有关中国的负面讯息 调动两岸对立 扬言祭出陈界 一起上节目同框的 还有桃园市议员于北辰 一堆人跟我说 我跟于北辰不是同学 他在中国赚人民币 当你真的跟于北辰没有关系 你的统战价值都没了 你算什么嘛 我终于反攻大陆了 自豪敌人的通气就是荣耀 发表得奖感言 但中共党媒海峡导报 还为被制裁的五人取错号 于北辰是土房哥 王一川则是靠背哥 因为他曾说中国高铁没有靠背 因为另外我补了一句话说 中国我们很少做他们的研究 因为中国那个技术不太行 哇 这股人就整个高起来 中国很喜欢看这种 有外号的这个短影音 还售的数据每天破译 有五分之一觉得 我们有意思 翻墙去搜寻我们的个资 一番 不是像他讲这样的 豪笑过度了 变成反统战了 于北辰被亏 知名度胜过习近平 功告震助才被针对 本人笑看北辰姐 但总统府发声明 强调将全力保护当事人及家人 拒绝任何来自中共 对台湾媒体的干预 内政部长林又昌不只谴责国台办 不理性手段威胁 并要求警政署及辖区警察局 加强注意他们和家属的人身安全 很早上这个有长官打电话来 需不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协助 我说不用了 还有我今天出门开车都很紧张 本来以为都没事 也谢谢这个国家 为了台湾我们还好了 尽管被中国威胁 难免有压力 但王毅川可不会屈服 还是要继续仗义直言 民事新闻 郑竹云 杨月勤 庄博华 方正淮 新北视报道 MOD自选频道餐 请记得订阅并锁定 民事新闻台